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会计法 各位同学好 很欢迎收看今天的商业会计法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奖 那讲题是固定资产与折旧 固定资产与折旧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原文是Fixed Asset 固定资产 好 那首先老师要介绍固定资产的定义 那固定资产在定义上 它是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它是必须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所谓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举例来说 如果说我们有一口枯井 假如我们是石油炭炭业 那这个枯井就表示底下没有蕴藏石油 那这个枯井就没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所以你投注在这个枯井里面的这一切的投入 都不能视为是你的固定资产 不论你投入有多大的金额 因为它不具未来的经济效益 那第二个要件 除了要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作为固定资产 我们必须有一年以上的耐用连线 一年以上或是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耐用连线 那举例来讲 存货 存货有没有具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一个商家的存货 当然会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因为未来它出售 它就可以带来经济效益 可是存货不是为固定资产 为什么 因为固定资产的第二个要件 是它必须持有一年 或是耐用连线一年以上 那没有一个商家会希望自己的存货不卖出去 一直持有超过一年 我们希望存货一旦进来 就赶快能够在合适的时间 就立刻销售出去 所以存货不是固定资产 理由是因为没有持有超过一年的时间 那第三个要件 就是不但有经济效益 不但持有超过一年 而且要供正常营业使用 各位同学 是供营业使用 还原之 就是不是拿来出售 刚才所举的存货 它是拿来出售 那你如果是拿来出售的 就是你的商品存货 不再是你的固定资产 那什么是一个固定资产呢 常见的就是你的机器设备 你拥有这项机器设备 是为了营业上使用 你可能要用这项设备 来制造某些商品来供你出售 所以固定资产的三个要件 分别是未来的经济效益 持有超过一年 是供营业使用 而非供营业出售之用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固定资产 Fixed Asset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将 Fixed Asset固定资产 加以分类 固定资产的分类有两类 第一类叫做有形的固定资产 那它的原文叫做Tangible Asset 这个Tangible就是有形体的 看得见 那基本上有形的固定资产 又分为三个小类 第一个叫做永久性的固定资产 那老师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土地 土地当然是有形 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是永久性呢 因为土地它不会耗损 所以土地是属于永久性的固定资产 那第二类 第二个有形的固定资产 是折旧性的固定资产 那我们举的例子是厂房跟机器设备 厂房它当然有形体 机器设备也一样有形体 但是它们都不属于永久性的固定资产 为什么 因为厂房也会随着使用的时间而回损 同样机器设备也是有耐用年限 所以这个时候 折旧性的固定资产 就是指着必须提列折旧的固定资产 那相对于刚才永久性的固定资产 就是指着不用提列折旧的固定资产 所以各位同学在这里 你就必须要留意 当你拥有土地这项固定资产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提折旧的 那你如果拥有的是折旧性的固定资产 那你就必须要提列折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第三种 叫做折号性的固定资产 那这个折号性的固定资产 常见的例子是煤矿 天然之源煤矿 油井这些 或者是你有一个森林 你种植了一片森林 这些都是天然之源 那天然之源我们不提折旧 我们提的叫折号 折号的固定资产 所以我们以上的三类 就是所谓的tangible 有形体的固定资产 那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类 没有形体的固定资产 intangible asset 没有形体的固定资产 那没有形体的固定资产 那它常见的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可辨认的部分 就是专利 办权跟商标权 这是可辨认的 所以比如我们最近就听到 我们说这个Apple这家公司 那它用专利权的这个诉讼 来牵制这个宏达电 那如果专利权是不可辨认的话 那当然这个诉讼就无法成案 所以无形的固定资产 我们可以区分为可辨认的 无形资产 那当然如果有可辨认 相对来讲就有一种 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 那这个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 就是non-identifiable 刚才可辨认的就是 identifiable 现在是non-identifiable 那最常见的是什么 商欲 商欲你明知道它是存在的 百年老店 可是你看不见 你没办法去形容它 你愿意到这家商家去 因为它有很好的商欲 叫做goodwill 但是这个商欲是不可辨认的 它是无形的资产 那以上就是老师对固定资产的分类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今天第二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叫做折旧 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 再回来下一个主题 叫做折旧 好 各位同学 欢迎您回来 那折旧它的原文叫做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称的折旧 那折旧的定义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提折旧呢 常常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觉得我们提折旧 比如说有一部车子 我提折旧 那我提折旧的目的是 为了这部车子到时候 时间到了 报废了 我提折旧 我可以再利用这个过程呢 是不是我再累积一点资本 我可以再买一部新的车子 所以常常有人 对折旧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他以为提折旧 是为了要来准备 要来为未来的新车子来做储存 那事实上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 在会计上 为什么要提折旧 他所根据的是 成本与收益配合原则 就是所谓的Matching Principle Matching在这里就是配合的意思 那我们这里要配合的是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成本 一个叫做收益 这两项需要配合 那我们刚才说 所谓的折旧性的固定资产 比如我们有一部机器 那我们这部机器 我们在提折旧 那为什么要提折旧呢 是因为这部机器 它有未来的经济效益 我们利用这部机器 可以来生产 我们所要出售的商品 所以未来我们会有销货收入 那成本与收益配合的原则是 你既然有一个销货收入 你必定要有一个支出 就是所谓的成本 跟它来配合 所以这里与你未来销货收入 配合的这个成本 就是折旧费用 所以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切记 老师在这里的提醒 提折旧不是为了要添购新的设备 提折旧完全是成本与收益 配合原则之下的概念 所形成的 好 那我们知道为何提折旧之后 接下来老师来介绍 几种非常容易见到 也就是广为食物界 所采用的折旧方法 首先第一个 老师要介绍的是直线法 直线法折旧 那直线法提折旧 直线法的英文叫 street nine 直线 street nine measure 就是提直线法的折旧 那直线法提折旧 有几个要素 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 需要有的就是 该项设备的 的这个历史成本 historical cost 该项设备当初 到底是多少钱买的 可是各位也要注意 这里的历史成本 并不是单单只是净价 这部机器设备 它的净价 举例来讲一百万 可是这部机器设备 可能要从基隆港 运送到你的公司的厂值 那运送费用 也是算在这个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的历史成本里面 所以历史成本 绝不是只有发票价格 它还包括运送的成本 那运送到厂之后 就可以使用吗 说不定你要邀请一组 技师 特别到现场 为你安装试车 那安装试车的费用 也要包括在 该项机器设备的 固定成本里面 所以这里的历史成本 指的是发票价格 加上运货 这个运送的价值 运送的成本 再加上试车安装的 这一切成本 所以简单讲 我们说 什么是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 是指达到可供使用状态 一切合理而必要的支出 各位同学 老师这里强调两个观念 一个是合理 另外一个是必要的支出 那运送费用 当然合理 当然必要 那装试装 安装试车 当然合理 当然必要 那有没有什么 是不合理的例子呢 举例来讲 机器设备运送的过程 从基隆到台北 这中间经过高速公路 被开了罚单 那这个罚单的这个费用 是不是合理 必要的支出呢 我们说答案是no 那这个部分 就不能算进去历史成本 所以这个罚单 不能算在这一部 机器设备的历史成本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 在介绍直线法的第二个要素 它叫做耐用年限 那耐用年限是什么意思呢 耐用年限就是 每一个机器设备 它一定会有一个 使用的期间 超过这个期间 它的效能可能就消失 或者是至少减损 所以我们要来估计 这个耐用的年限 那一般呢 我们在实物上 耐用年限怎么决定 我们要根据机器的状况 实际的情形来判别 但是呢 因为政府 它基于租税征收的考量 它也怕你耐用年限 拖得太长 那你耐用年限 如果拉得很长 那很可能 你的折旧费用就相对的低 那这样政府呢 当然对政府是有利 但是如果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折旧费用低 那你如果收入固定 折旧费用低 那你要缴的税 就是你的毛利就高一点 缴的税就多一点 那政府当然欢迎 可是如果有一个商家 他把他的机器 折这个耐用年限 把他用得很短 自己认定 只有五年的耐用年限 相对一般市场上公认的 十年的耐用年限 那这样子用五年 做耐用年限的这个商家 他的折旧费用就会比较高 每一年分摊下来 折旧费用比较高 那收入不变的情况之下 他的毛利就会减少 那他当然就可以少缴税 那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呢就会干预 所以一般来讲 耐用年限 是有一个公订的一个 一个这个标准 也就是政府 他有颁布 各类机器的耐用年限 所以商家呢 大概一般来讲 在事务上 就必须要依照政府 所颁布的这个耐用年限 来进行折旧的计算 好 那直线折旧 除了有历史成本 除了恩惧政府 颁布的耐用年限计算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禅值 那禅值的概念 就是这部机器 停止使用之后 它还有没有剩余价值 所以禅值 就是剩余价值的概念 好 那这个剩余价值 如果存在 我们当然就可以把它出售 那就可以拿回一点 剩余价值回来 所以各位同学 那直线法的折旧 到底怎么提列呢 就是拿历史成本 当作分值 扣除禅值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可供折旧的部分 再除以耐用年限 那就得到年度的折旧费用 这个就是我们所介绍的直线法 那也是一般商家最常使用的一种折旧方法 那接下来老师介绍的叫做活动法 活动法 那就是Activity Method Activity Method 可以根据产量 也可以根据工时来决定 假设是根据产量 那在产量之下的活动法 怎么求呢 那单位的折旧费用 就是等于你的历史成本 扣除禅值之后 当作分母 然后拿我们这部机器 它估计的总产量 当作分母 这一除之后 就可以得到单位的折旧费用 那我们说 假设你这部机器的估计的总产量 是一百单位 那你呢 你的成本是减掉产值之后 假设是这个一千 那一千除以你的估计总产出一百单位 那就是每一单位的折旧是十块钱 那一单位产出折旧十块钱 那就看你这个会计期间 总共产出多少单位 假设你这个今年一整年 产出了八十单位 那一单位的折旧成本是十块 那八十乘以十 就是你的折旧费用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求算 单位的折旧 那另外老师再介绍第二种方法 叫做工时法 那工时法 它的单位折旧费用怎么计算呢 一样 分值是我们的历史成本 扣除我们的产值 那分目呢 刚才在产量法是估计总产量 现在工时法是估计总工时 那估计总工时当作分母 一除之后就得到我们的单位的 这个折旧的费用 那就看你这个会计期间 总共生产的工时是几个工时 那乘上单位的折旧费用 就可以帮助我们求算出 完整的所谓的工时法底下的 年度折旧费用 好 那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回来 好 那各位同学 介绍完直线法跟活动法之后 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给各位同学的 叫做加速法 加速法的折旧 或简称成加速折旧 它的英文叫做 accelerate depreciation method 这个accelerate这个字 就是加速的意思 accelerate depreciation method 那加速法底下 又分为两类 第一类叫做 倍数余额递减法 倍数余额递减法 那它的原文叫做 double decline balance method double decline balance method 好 那老师来解释一下 这里面的倍数 指的是直线折旧率的倍数 刚才我们说直线折旧率 如果说耐用年限是五年 那每一年就折五分之一 那你在倍数余额递减法之下 如果你的倍率是定为两倍 那这样子呢 你的每一年的折旧率 就是五分之一乘以二 为什么是五分之一呢 五分之一是我刚才说 耐用年限五年 所以你分母百耐用年限 所以就出现一个五分之一的这个分数 但是你现在是倍率 是两倍率 所以你的折旧率呢 不是五分之一的折旧法 而是两倍率的递减法 是五分之一乘以二 就是五分之二 好 那老师来举一个例子 说假设这项设备的成本是三十万 耐用年限是五年 那我们第一年的折旧费用是多少呢 好 那第一年的折旧费用 就是分子部分是三十万 乘上我们的倍率是五分之二 那第一年的折旧费用呢 就是十二万 好 这个数字 就是第一年的折旧费用 在倍数余额递减法之下 第一年的折旧的费用 那第二年的折旧费用呢 同样的 因为我们历史成本是三十万 那第一年已经折掉了十二万 所以我们现在可供折旧的部分 剩下十八万 在分子的地方 那十八万再去乘上折旧率是五分之二 我们得到七万二 这七万二就是这部机器设备 第二年所需提列的折旧费用 那第三年所需提列的折旧费用 又是多少呢 因为我们的历史成本是三十万 扣除第一年已经提列了十二万 第二年又提列七万二 这样子扣除之后 这个剩下的这个部分 乘上五分之二 得到的是两万一千六百块 这是第三年的折旧费用 各位同学 这样依此类推 你应该也可以算出第四年 第五年的折旧费用 那这个部分老师就不再追续 老师倒是想要提醒你的是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 第一年的折旧费用是多少 第一年的折旧费用是不是十二万 第二年剩下七万二 第三年又降到两万一千六百 所以折旧费用有没有逐年递减呢 这个叫做倍数余额递减法 为什么要做叫做加速折旧呢 因为他第一年提最多 第二年次多 第三年再次 依此类推 最后一年耐用年限第五年 提的折旧最少 这叫做加速折旧的性质 那加速折旧有什么好处 刚才老师已经提到 作为一个商家 或许我们比较喜欢加速折旧 这个会计方法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我提很多的折旧 收入一样的前提之下 折旧费用越高 我的毛利可供扣税的这个部分 就越低 那我所要缴的这个盈利 事业所得税 当然相对就低 所以为了结税的效果 我们鼓励采用加速折旧法 这个跟每年提五分之一 那是等数 直线折旧法 是不一样的 好 那加速折旧法 除了有这个叫做 倍数余额递减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年数合计法 现在老师就来为你介绍 年数合计法 它的原文叫做 Sum of Year Digit Sum of Year Digit Method 假设这个机器的历史成本 是31万 假设它的残值是1万 那这样子历史成本减残值 可供折旧的部分 就是30万 那耐用年限 一样维持是五年 可是在年数合计法之下 它耐用年限的计算 非常的特别 各位同学 你有看到吧 老师的计算方式是 1加2加3加4加5 等于15年 我们刚才说到 耐用年限是五 可是你用年数合计法 你的耐用年限在这里 分母变成是15 所以我用这个当例子 来计算 第一年的折旧费用 给各位同学看 第一年的折旧费用 我们说历史成本是31万 还有剩余价值 也就是残值1万 这两个相减之后 得到可供折旧的部分 30万 第一年呢 折旧率是15分之五 各位同学 15怎么来 15年是年数的合计 耐用年限 1一直加到5 那相对来讲 如果耐用年限是三年 你就是1加2加3 那你的分母呢 得到的就是6 那我们这里呢 因为耐用年限呢 是五年 所以我们年数合计是15 那第一年呢 我们的比率是15分之五 乘上去之后 我们得到第一年的 折旧费用是10万块 那第二年呢 在年数合计法 第二年的折旧费用 注意到这里 它分母是15 分子呢 是4 所以它的折旧率是15分之4 15分之4 乘上30万 得到的是8万块的折旧费用 那第三年呢 现在各位同学 应该有抓到这个规律了吧 第三年呢 分母是15 分子呢 是3 15分之3 所以算出来的折旧费用 是6万块 那依此类推 第四年的折旧费用会是多少呢 一样 就是30万乘上15分之4 第五年呢 是乘上15分之5 那各位同学 这规律在哪里 规律就是在第一年 15分之5 第二年呢 只提15分之4 依此类推 逐渐的降低你的折旧费用 第一年折旧费用最高 所以你其他条件不变了之下 你需要缴税的金额就比较少 所以商家也喜欢使用 这个所谓的年数合计法 好 这以上就是我们折旧方法 那各位同学 我们刚才也说 不是所有都是折旧性的固定资产 我们还有折号性的固定资产 那如果针对折号性的固定资产 我们所要提的就是折号 那折号呢 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主题 折号的英文叫做depression 跟刚才折旧的depreciation不太一样 那折号就是天然之源 所以折号它也有一个公式 请各位同学看到它这个公式 它的公式 单位的折号 等于是你的历史成本 扣除残值 再除以你的蕴藏量 这个就让我们得到单位的折号 好 那年度的折号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单位的折号 乘上你实际的开采量 就得到你当年度的折号的费用 好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